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小晴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年代晚報 距離選戰大數 已經到了六十幾個小時 在今天有三個重大的事件 跟大家來報導 首先我們來看到 馬英九前總統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 竟然說在兩岸關係上 要相信習近平 結果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侯友宜趙少康臉都歪了 但是他們要怎麼樣去切割呢 另外一個我們要來講到 賴清德今天指導了台中 但是對於盧壽燕 他有做出了評論 第三個我們要告訴大家 就在這樣子一個大家PK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消息都爆出來 今天呢大家都在搶版面 但是我們要告訴您 有一些根本瞎爆料 有一些也不知所然 那我就要來講到的 就是侯漢廷 他之前是新黨的嘛 他還有被調查過 有被約談過 到底就是說 你是不是間諜相關的這個部分 他就蹦出一個文件說 我告訴你 這個是民進黨內部的文件 這個選册會的文件 就被民進黨講去告了 然後說 怎麼可能裡面會講賴清德啊 感情的情 有這樣寫錯嗎 然後在裡面會講什麼領導人 然後在裡面還有簡體字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粗糙 我們在今天詳細的 跟大家講這些內容啊 你可以看到各地的這麼一個最新的狀況 首先我們來說的就是 馬信習啊 這個說法炸鍋了 馬英九說要相信習近平 然後呢 國民黨他拍了一個影片 他竟然選這個地方是摔死猴 什麼叫摔死猴 我先講 我想問一下 國民黨怎麼了 藍營怎麼了 選舉到這個時候要非常的謹慎 馬英九接受了德國之聲的訪問 突然說 兩岸要相信習近平 然後呢 侯友宜拍片的這個地方 沒錯 這個地方叫軍艦岩 但是你知道他有一個別稱 就叫做摔死猴 我竟然還確認說 真的嗎 真的嗎 因為我聽過 但我不確定 他們說 為什麼叫做摔死猴 就是好幾年前就這麼說了 因為這個軍艦岩 他旁邊是一個斷崖 旁邊的很怕 就是說這個地方叫跌死猴 跌死跟摔死 意思就是說 這裡是無處可去 你只能會被逼到懸崖邊 寄而摔 我不知道 國民黨如果不知道 我覺得馬英九 馬英九不管 侯友宜拍攝的地點 趕快換一個地點 趕快把影片改掉 因為這真的是 不是開玩笑的 那我今天要來挑戰的是 馬英九跟習近平 那我今天挑戰什麼呢 因為馬英九 他接受德國之聲的訪問 如果大家有印象 他以前在當總統的時候 就有接過德國之聲的訪問 對於所謂的 一個中國問題 講得不清不楚 他現在又接受了 德國之聲的訪問 他說 兩岸關係必須相信習近平 所以這個呢 當然侯友宜跟趙少康 嚇到疊下來 侯友宜呢 他到底相不相信習近平呢 你今天的切割 你說我的想法 跟馬英九不全然相同 那請問什麼相同 什麼不相同 然後這裡呢 你到底相不相信習近平 你相信多少 如果在這當中 我要挑戰的是 你記不記得 習近平在2019年 告台灣同胞書的時候 他發表了一個聲明 他說九二共識 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台灣兩制 國民黨就說 你民進黨幹嘛 那麼相信習近平啊 習近平說什麼 你就相信嗎 結果現在馬英九就講說 要相信習近平 那你不是九二共識就是台灣兩制啊 那這個什麼 投給國民黨等於相信習近平 等於一個中國 等於要統一 那當然有人就講說 啊馬英九講的話啊 不見得是國民黨意思 那是嗎 現在整個這一次侯康的選舉 是馬英九在操盤耶 是馬英九路線的蔡確認耶 是九二共識耶 所以你馬英九講這個話 大家就認為說 那你招了個高 你現在最後剩下幾天 三天你搞這個飛機大炮 到底要怎麼辦 那我另外再跟大家講 我挑戰習近平是挑戰什麼 中國這個衛星 它有施壓台灣的三個劇本 我為什麼說 這個是一個施壓台灣的動作 那怎麼這麼巧合 怎麼這麼剛好 你的路線會偏離 路線偏離的圖給我看 怎麼這麼剛好 路線會偏離 怎麼這個剛好 你要ECFA第二波的制裁 怎麼這麼剛好 你就經過台灣的南部 很奇怪嘛 那而且我在這裡要講 其實它的目的在什麼 它的目的你說 哦 戒選 我不覺得是戒選 我的戒選怎麼定位 我覺得它是要在這個時候 有幾個解讀 第一個 我當然在這個動作 是表示什麼 我國民黨這邊 民進黨這邊 中國認為民進黨贏定了 他認為賴清德贏定了 但是我在這裡呢 就設這麼一個衛星告訴你說 我要經過你哪裡就經過你哪裡哦 你不要以為你贏定了就怎樣怎樣 所以這個訊息是給賴清德看的 就是第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呢 他就是要來加碼 幫助國民黨說 我們來恫嚇一下台灣同胞 我來設一下這個衛星 我來取消一下這個 FR的關稅 所以大家就開始緊張 這次刻有點道理的 因為剛好馬英九 也就在不久之前 接受了德國之聲的訪問 馬英九就說 哎呦 這個打仗是要死人的 哎 我坦白講一件事情 當中馬英九重要一個幕僚 是我的學長 其實我曾經有一次 一兩年前見過他 他就跟我說 亞琴你都不怕 會打仗啊 我就覺得說 我的天啊 我這麼尊敬的一個 Columbia的學長 講這個話 然後我當時就跟他說 我並不怕啊 但是我沒有講的是 基於禮貌 基於社交禮儀 我想問他說 你很奇怪 你一天到晚在台灣 講很怕 你幹嘛不回美國去 你來台灣幹嘛呢 但我就覺得說 馬英九就這個吊吊 我今天看到他 跟德國之聲 講的這個內容說 就是會死人的 我就覺得他的吊吊太像了 那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他要製造台灣的一個分裂 為什麼中國射衛星 越過台灣的上空 台灣人要罵自己人 我今天要講的就是說 國防部 他的國家警報 他把MISO寫出來 寫成飛彈 應該要檢討 但是不要爆口水 那我今天就要講了 你國防部的人才夠不夠啊 你們英文不好嗎 你英文不好 你就不要出手啊 你出手一定要講得非常確實 因為這是國家級的警報 我們可以好好的去批評 國民 這個國防部 但是你沒有必要爆口水 因為我就問了 台灣嚴肅的國安問題 跟主權問題 我想問說 這不是口水的問題 這也沒有什麼國民黨 在那邊刪笑什麼 有什麼好刪笑的 我看到了羅志強發這個臉書 羅志強他到底在笑什麼芒果 他是轉貼 轉貼的這個算是其他粉磚的這個紋 但是我要說 你這個芒果 火箭上如果裝彈藥 你小心笑不出來 這不是芒果 然後我今天要講說 國民黨全體 他都在那邊酸 那我請問你他說是不是中國戒選呢 那我就要講說這當然是中國戒選啊 這當然中國戒選啊 為什麼這樣講 好 設衛星再加上一個小時之後 就有氣球來台灣越過海峽中線 四個小時之後 ECFA制裁 我請問你這不是戒選 什麼是戒選 好 我剛剛要一個那個偏離的衛星圖給我看 這個是國防部公佈的 國防部公佈的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為什麼這麼緊張 你看 他原來是在台灣的南部這麼遠 雖然你切到我們航空事件P這個角角 過去飛機都來這個角角算了 但是你現在一偏偏那麼遠 你這樣切到我們台灣的四分之一啊 有台南有台東 那你說國防部要不要緊張 國防部當然是要緊張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啊 不要把它變成一個山笑 你自己台灣人笑台灣人幹嘛 我們的國防部是國軍在保護台灣呢 喔你站著說話不腰疼 你在那邊酸人家幹嘛 他英文不好就加強英文嘛 管理不好就加強管理嘛 沒有必要在那邊 無限上綱把他們說到沒有一個好 我敢說我沒辦法接受啦 我覺得我們的國軍很辛苦 不需要這樣子 給大家來酸來酸去 那我今天再告訴大家 不分藍綠的你怎麼看 今天其實有兩個例子 我等一下就講 我不想講兩個 但一個就是一個女孩子 女大生被一個自稱 他是一個醫生嘛 結婚的醫生 騙騙他 就那女孩子就想不開 他就說我做成利鬼要幹嘛 結果又看到三重警方親身 然後說我做成利鬼要幹嘛 然後還扯到猶豫欄 我先要講一件事情 你們不要細看太多 你做成利鬼要幹嘛 是不可能的 人活在世界上 你要有一條命才有一口氣 你不要認為說 我現在很恨你 我很氣你 我就想不開 然後我來報復你 那是假的啦 你想不開 你的命都沒了 人家在那邊鼓掌啊 還要告訴大家 我剛講這次呢 國民黨的競選廣告 他相隔16年 跟當年的馬英九準備好了很像 可是你知道 就是摔死猴的地方啊 就這個地方啊 猴友宜怎麼可以去摔死猴的地方 你的名字跟他有很像 我覺得國民黨可能沒有做過research 再來看到呢 就是李梅珍爆料說 啊這個高雄李柏裔找了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子喝酒 就今天他就告 而且爆出來說是黑道放的消息 因為這個女孩子的父母也出來講話 那再來告訴您 吳馨寅出國進修到英國花了800多萬 那個時候說是星光仁壽付的錢 假公祭司被人家罵到爆 啊今天吳馨寅到底怎麼說 好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這個內容 你首先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覺得蠻大的一個事情 就馬英九這個震撼蛋 我怎麼大家會覺得你能投給國民黨嗎 國民黨要不要跟馬英九切割一下 馬英九接受訪問說 兩岸關係必須相信習近平 侯友宜說想法和我不盡相同 然後我們來告訴大家 另一方面賴清德到台中 來掃接的部分 馬英九相信習近平嗎 馬英九接受了德國之聲的訪問說 DW是德國之聲 他說所以你認為你可以信任習近平嗎 他說就兩岸關係而言 你必須相信他 然後呢德國之聲又問 習近平在今年的新年演講說 統一是歷史的必然 中方一直在推動統一的進程 這樣子你還是可以相信他嗎 他說統一是我們憲法說的啊 但是必須透過我們民主程序和平的完成啊 如果可以做到這一點 台灣人民可以有可能有興趣接受 馬英九的意思是 如果如果和平統一 台灣人民是可以接受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民現在你確定 有確定過半的人會支持統一嗎 和平統一你確定支持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我就說這次的選舉變成是一個中國跟兩岸統一的一個公投 然後我們來看到呢對於這個部分侯友宜很緊張 他說馬前總統想法跟我們有些不同 那請問有些不同哪些相同 他說尤其我對大陸的意圖從來沒有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 但是我覺得侯友宜是迴避問題啊 你應該講說你是不是支持馬英九說的兩岸關係當中 你必須相信習近平 我想侯友宜市長你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你沒有回答就表示你怕人家柯文哲回答了 柯文哲回答什麼 柯文哲回答說相信自己比較安全吧 相信自己比較安全吧 好另外他還有呢德國之聲還有很多精彩的訪問 等一下來看 那我今天來跟大家講 今天賴清德攻的是台中的搖擺州 倒數62個小時搶攻32萬票 那今天呢他在台中市北區 北區這個地方是莊敬城 那為什麼莊敬城 這個地方就是盧秀燕他的本命區 人潮常待300多公尺 在現場很多人在握手 然後2點下午的時候呢 是謝子涵在台中市的檀子區 車隊在掃街 好那我們今天來告訴大家 我今天好像有一個道具 在這裡有嗎 然後在這裡來 林襄 林襄說他在看婦科被性騷擾 我覺得這個是公共議題喔 大家可以注意 還有呢胡歌的心系 有一個很好吃的東西叫排骨年糕 到底怎麼做的 李梅珍爆出了3000萬左右的豪宅 他沒有申報 而且扯到韓國瑜怎麼說 侯友宜的凱旋院 因為包租公 害他有10個區變成了麻花卷 本來5個區變10個區 一共15個區 賴清德登上了澳洲的頭版 以及告訴大家 氣與保中 與美人今天就告了鍾小平 非常的生氣 還有我們要看到中國拍個影片 這就是中國真實的狀況 如此打工30年 如果你看到那個影片 你要想 你台灣的經濟要走到 進到中國的這個籃子當中 全部的雞蛋都要放到中國這裡嗎 我們今天這個內容要跟大家講 說什麼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的選舉 就是馬英九的復辟 但是馬英九的復辟 國民黨有票嗎 我昨天跟我的朋友在講 我說 我說 如果這一次國民黨輸了 國民黨就應該要知道 九二共識真的 就像當年江啟泉一度說的 就是你一定要改變 你九二共識不改變 台灣民眾不可能接受 因為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然後習近平又說台灣兩制 那如果這次國民黨輸了 他應該要痛定思痛吧 但是我的朋友告訴我說 不一定 他可能還是死爆著九二共識 那我就覺得沒有辦法 你這樣子的話 你國民黨本來有機會 可以 可以 按照你們的說法 來政黨輪替 你就是因為九二共識 你沒有辦法政黨輪替 就是蠻可悲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個可悲的是 馬英九 這張牌打下去 你會贏嗎 你頭上壞掉 為什麼你講 一開始 今天開始 馬英九是My Angel 大家全部都愛他 但是那是過去式 現在是怎麼樣 大家說你633跳票 你22K 你馬英九制度剩下9.2% 剩下9.2% 去相互回憶你的九二共識 你現在說 還要打馬英九牌 你頭上是壞掉了 我是不覺得說怎麼樣 國民黨選舉 好像選到這樣有夠奇怪 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 這裡跟大家講 怕等一下 這個是我學妹給我的 就是北一女的一個悠遊卡 很可愛 很可愛 據說現在非常搶手 好 我們來告訴大家 今天內容當中包括了什麼 相信習近平 馬英九說的 中國衛星三招壓台的內幕劇本 還要告訴大家 這個壓台的劇本到底怎麼寫 而且我覺得很奇怪 他們昨天才公布說 今天11點還要設一顆衛星 衛星呢 就沒看到了 今天再告訴大家 就是侯漢廷公布一個機密文件 根本是假的 還有一個假AI 要去傷害小英 真的假訊息太多了 還有凱道當中 到底是民進黨要讓給民眾黨 還是民眾黨說 不是你要讓我 不是我要 反正就到底誰主動的問題 我都搞不懂 但沒有關係 大家如果可以讓一下 也不錯嘛 林襄的這麼一個說法 排骨年糕 我們來看看 這到底是年糕 還是排骨呢 以及今天賴清德 在台中的狀況 還有就是今天 我們的駐美代表 也就是余大雷 見到了強身眾議院議長 他們說些什麼呢 好我們來看到在今天的新聞重點 這件新聞重點當中 我們要告訴大家 已經倒數不止三天了 是倒數62個小時 而在62個小時的PK當中 我們看到中國的因素太多了 你今天國民黨硬要說不是戒選 那我就告訴大家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東東啊 這不是戒選 這是什麼東東 假新聞假訊息多到 讓你覺得你簡體字也不改一下 也請你幫幫忙 我們的報導 好我們來告訴大家的 在今天內容當中 中衛星三鴨台 以及馬英九說相信習近平 還有約談張顯耀 今天是金爆1月10號 金爆1月10號呢 我們首先來看的 我們首先來看的這個內容 你們板子的位置擺的不太對 可能要調整一下 我怕觀眾你移過來 對對對 稍微移過來 我們這現場播出 對對移過來 我怕觀眾朋友說 我跟你講這很重要對不對 就像我剛剛說侯友宜 你拍的影片是摔死猴 你不要選那個地方 我們光是擺個板子 都要顧慮到大家視線的正確 絕對不能斜視 一定要正正的來看 你可以看到在這裡 中國衛星三鴨台先三風暴 第一個 大幅偏離軌跡怎麼回事 然後又加上 EKFA要制裁的劇本 第二個 賴清德攻台中的32萬票 AI主播用密使來傷害小英 第三個就是突然的去搜張顯耀 還有余大雷劍美國議長 那我首先跟大家講 今天倒選的倒數三天 我先跟大家說這幾個重點 我先講的是 今天賴清德9點半在彰化 他說到後頭都騷擾 侯友宜9點在小港 高雄小港 結果跑了四個廟 柯文哲8點45分在宜蘭 那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為什麼要看這次的 這個衛星事件 因為它不是這麼單純 為什麼不是單純 你可以看到它有三大壓臺的動作 內幕在這裡 第一個壓臺就是 它是大幅的偏移 偏移 而且要掃過台南跟台東 你可以看到這張圖 它本來在這個地方 它現在大幅的偏移 我就說嘛 這是我們的 這塊是我們的什麼 這塊是我們的航空識別區 你進到我航空識別區 而且進到這麼大塊 我為什麼不發警報 當然要發 然後呢 它本來是切過 新的航空識別區一點點 結果大幅偏移 大幅偏移之後 等於是穿過了我們台灣四分之一的領土 然後第二個壓臺 就是呢在昨天晚上六點鐘 中國的商務部宣布啊 就是要把研究第二波 對ECFA中指像是 農於機械汽車零件 紡織取消它的關稅減讓 它的第一波是1月1號開始 12項的實化 所以這是第二波動作 然後呢 我們就來看到第三波 這個有賴清德今天的反應 他在雲林的時候知道這個消息 他說你可以很清楚看出來 中國是用經濟脅迫手段 企圖達到以上逼陣 影響台灣的選舉 那第三個壓臺就是說 本來表定是今天11點 從九泉發射 古神星1號的這麼一個衛星 可是到目前為止都沒有看到 那今天在浙江的寧波 是有實彈的演練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事件當中 大家很多人昨天拿這張圖說 我跟你講人家早就說要發射 這個衛星了 你怎麼不知道 那我跟你說 他也早知道發射衛星 今天早上11點要發射 也沒有啊 還有一個說是明天 明天也要發射 下午2點要發射 也不知道要看明天 所以我說這個東西到底到底是怎麼樣 就中國他可以選時間要怎麼做的嗎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這裡面國防部是真的總動員 國防部的總動員他在昨天 3點3分的時候中國設衛星 3點4分國防部發聲發出警告 4點鐘他就為了MISO 這個英文寫錯 變成寫成MISO道歉 他的理由是他疏忽了沒有同步更新 原系統的用字 我是覺得這樣子啦 我是覺得這樣 我是愛之聲結之切 我非常佩服我們的國軍弟兄們 但是我要講你是國防部 你不要用英文就不要用 你用了就要用正確 為什麼 因為你是國防部 你是任何一個部會都一樣 而且你發出的是國家警報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個事情一定要調查 英文不好的撤換 做不對的就要記過 就是這樣子嘛 你不要讓別人見縫插針嘛 因為別人拿這個話題來講 別人同路人拿這個話題來講 把我們國防部說的跟小丑一樣 這樣子不好嘛 那我今天再跟大家講 他在8點發了影片 8點50分 國防部也發新聞稿影片一起講 那就是解釋這個偏離的部分 晚上11點28分 總統府又發文 今天11點50分 國防部又發文 然後呢國防部定調 因為偏移可能怕防範不及 就由空座部指揮官 發布國家警報 絕對沒有受到政治的影響 空座部的指揮官是誰呢 是黃志偉中將 他是屬於空軍下面的單位 那我覺得黃志偉中將 你們下次要出手就要正確 不要哩哩哩哩哩 那吳一農呢 吳一農昨天9點37分發文 直以國防部警報內容的混亂 為什麼這次選舉 選擇發送 希望民眾做什麼 然後呢要怎麼去所謂的 警報解除 然後呢我們知道 他這裡面多多少少 我覺得啦 因為國防部長 對這個事情 他可能點滴在心 在2020年10月 吳一農提出全民皆兵的時候 國防部長邱國正就說 吳一農是誰 我也不知道 所以兩個人有這麼一個過程 但是我現在來告訴大家 今天還包括了什麼 包括了國民黨 國民黨有一個說法 就是有這麼 今天很多人都在講說 這個因為侯友宜 這個包租公的事情啊 就是包括了新莊的地 也包括了他在文化大學的凱旋院的部分 他很多地區啊 就是覺得非常的緊繃 就是本來比較 比較比較 比較好的後來變比較緊繃 然後呢今天就趕快要催下來 所以你看蕭萬長 之前的副總統蕭萬長登了一個廣告 這廣告呢包括了中央啦 中國時報啦 聯合報啦 自由時報都有啦 他這裡面是講什麼 就是說不白頭 集中投籃不白頭 政黨輪替真民主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是什麼 你看喔 不白頭是什麼意思 不要白頭了 這裡怎麼解讀 我的解讀是 你不要投給白 因為你投了無效就是白頭了嘛 你要集中給這個侯友宜 所以意思就是說 不要投給柯文哲 不白頭等於不投白 然後你可以看他這個 為什麼他是用按手印的方法 這旁邊當然都白白的 不清楚的國旗耶 我覺得好怪喔 後來呢有人就講說 因為這表示白色在侵蝕藍色 白色把藍色吃掉了 大家要團結在一起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你侯友宜又一邊叫人家講說 給柯文哲位子要藍白和 又要什麼聯合內閣超怪的 然後呢 這裡面金主是誰 下面有寫劉雙全 劉雙全 三版頭版初估是600萬 半版大概是120萬 所以你這樣子初估起來的話 劉雙全是 浩玉實業股費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曾經擔任喬委員會的委員 全世界的台商商會的聯合總會的會長 他去年9月在侯友宜訪美的時候 劉雙全也有出席舊金山喬宴 他呢其實是非常國民黨的中黨愛國之人呢 2009年馬英九接見過他 2019年他參訪台中也見了盧秀燕 然後2020年江啟成是黨主席的時候也頒獎給他 那我們看到這個部分呢 當然就看到這個是國民黨要催下去的這麼一個部分 但是要催下去的這個部分 我們要告訴您中國 你不要國民黨說啊中國沒有介選 那我問你這個AI怎麼來的 AI是什麼呢 AI就是有一個AI的主播 在那邊播一個什麼小英的密室 然後說國安人士在場簡報會指出 台灣國安人士說從1月初開始好幾百個帳號 包括YT這社群平台散佈所謂的蔡英文密室 啊無聊嘛這就是AI然後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YT曾經同一個時間超過四支影片 有將近兩百個頻道播出相關的內容 所以呢幕後的黑手他們認為是中國的國安部 那張顯耀剛好在這個時候遭到搜索約談 一百萬交保 張顯耀昨天在左營的住家 被橋頭遞檢署搜索 檢察官漏夜偵訊之後一百萬交保 他違反的據說是反滲透法 可是檢方基於偵查不公開 都沒有發新聞稿非常低調 他們是在查徐少東的案子 有涉及到假民調的部分 結果案外案扯到了張顯耀的這個部分 張顯耀2014年8月曾經因為涉嫌泄密案被約談 後來是證據不足以不起訴來處分 所以你看到這一切事情的發展 大家要謹慎小心啦 不管藍綠白啊 我覺得台灣是最重要 台灣最重要 再來是政黨 再來是個人 台灣最重要 不管了後面再來是誰 我不介意 但是台灣要最重要 我們一連串的報報 就要來看到呢 今天倒數62小時 賴清德指導在台中市 如果你也是台中的朋友的話呢 等一下趕快出來支持一下喔 整一個衛星的軌跡 地場的進入了台南跟台東的上空經過 企圖達到以上逼陣 而影響台灣的選舉 從侯友宜就是頭柯文哲 這個都是操作氣寶的手法 很可愛 拜託大家謝謝 大家謝謝廚師的愛心 謝謝您的愛心 特別Q身旁的立委候選人謝子涵 和民眾比愛心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車隊掃街前進台中 探出車外和路口民眾急掌 不過稍早陪同張料萬間車掃 才發生尷尬插曲 因為維安管制路口 讓車輛塞了約十分鐘 民眾氣到按喇叭抗議 車隊員定十一點二十分出發 卻大遲到三十分鐘 幸好沒影響到下午行程 但台中立委選情確實拼 畢竟國民黨有市長盧秀燕正首 強力催藍營總統票和立委喜次 看到剛好盧秀燕也在掃街 但是對於他說不接行政院長的部分 賴清德怎麼說 是不是選權在分張 我相信國人從藍白河當中應該會看得很清楚 那我要特別強調這場選舉 除了關係到每個城市的發展以外 更關係到台灣未來的前途 以及印太的和平穩定 各自影音決戰中台灣 賴清德和盧秀燕 浮宣小雞拼聲勢 更要拼國會國伴 記者成員請林漢廷台中放不動 來看到接下來往下看進到深水區 我們要來講的是什麼 就是馬英九他在接受德國之聲專訪的時候 他說兩岸關係要相信習近平 這個整個在國民黨裡面已經炸鍋了 怎麼說炸鍋 你可以看到他接受了這個德國之聲的專訪 他說就兩岸關係而言 你必須相信他 那必須相信他之後 德國之聲又問 您認為如果民進黨贏得這次的選舉 可能會發生戰爭嗎 他說不一定取決於過程中 發生了什麼 可是他之前不是在喊說 投給民進黨就是幹嘛幹嘛嗎 什麼戰爭什麼 他又德國之聲又說不一定 好然後再來看到呢 德國之聲問他說 台灣人民兩任都投票支持民進黨 而且可能這次也是 你有什麼看法 他就說如果這是他們的選擇 就必須為大陸的某種行動做好準備 我們已經警告過了 你有沒有覺得他講話很像路人甲 馬英九你是我們以前的總統 你對台灣人民講話這麼的冷酷 我再念一遍 如果這是他們的選擇 就必須為大陸的某種行為做好準備 我們已經警告過 我覺得太扯了 然後呢 德國之聲又說 台灣人不只拒絕一國兩制 也不認同九二共識 只有不到兩趴的人認為 統一是可能的 他說目前台灣人不想統一 那也沒關係 但我不認為台灣人會支持台獨 然後呢潘孟安就講 他說很遺憾啊 台灣曾經的國家領導人 馬前總統一輩子受到台灣的孕育 卸任總統之後可能去認知上有問題 馬前總統可能要去看看思想有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我們來看到呢 賴清德今天的回答是什麼 賴清德今天的回答是說 他應該要先信賴台灣 然後侯友宜就講說 跟馬的想法不全然相同 柯文哲說 你相信自己比較安全啦 我們的報導來看看 這個德國之聲的訪問 我幾乎看了他 他很長一頁簡體字喔 我把它看完了 我覺得尤其是講到什麼 講到德國之聲 大概記者問了四到五次說 你認為這樣子 因為那個時候還沒有所謂的衛星 設衛星的 他就在講 氣球這樣過來可以嗎 戰機這樣過來可以嗎 他都沒有去譴責中國 他都說喔這個東西呢 喔你要看中國 他就在迴避不斷的迴避 然後呢 當德國之聲的記者問說 現在民眾的反應如何如何 他說我當總統的時候 你有來嗎 那個記者說沒有 他說那你就應該看啊 我那時候的狀況多好又多好 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報導 馬前總統這一番想法 跟我們有些不同 我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主張3D戰略 一就是特阻 二就是對方 三就是交流 尤其我對大陸的意圖 從來沒有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 主席怎麼看馬英九 還有今天做德國之聲的訪問說 兩岸關係要相信習近平 相信習近平 相信自己比較安全 一個整天想要武統 甚至要統一台灣的人 要叫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相信習近平 我想馬總統 這個中國大夢應該可以醒了 當台灣走路 在世界上架台灣的時候 台灣不能再依賴中國走回回頭路 講說要相信習近平 大家難以接受 我們來告訴大家呢 今天可以說呢 藍綠白三組的候選人全部都灑出去 全部灑出去呢 我們知道呢 這個賴清德副總統今天在台中 晚上會到苗栗 然後呢 柯文哲是在宜蘭 那侯友宜呢 是在高雄 但是我們還要看到在這裡呢 還有一個第四組候選人 第四組候選人就是習近平 他自己沒有辦法 在中國有這個民主的選舉 他要參尼卡 為什麼這樣講 我就先跟大家說嘛 林楚英看到這個 所謂侯漢廷拿出來的 一個機密的文件 會議記錄 他就講說 請問賴清德是誰啦 還有什麼要做領導接班人 台灣的文件不會有人這樣子用嘛 那我們就來告訴大家 這個是無黨籍的立委候選人侯漢廷 他今天爆出一份 所謂民進黨中央政策委員會 要封存十年的機密文件 是選戰策略小組 第21次會議記錄 去年11月20號 他就說下達指令 找誰找誰來打擊在野黨 然後呢 當然今天民進黨就說 你根本就大烏龍 第一個台灣人誰會在公文打統編 然後賴清德 第十三頁有簡體字兩次 然後這有個賴清德 他說這根本假的 然後張志豪就駁斥說 民進黨根本沒有這樣的文件 就是偽造 現在已經交給了大選律師團 要來提告 你看在這當中 這裡你可以看 這裡面 這個嘛很瞎啊 導播可以close一點 打統編 這是 怎麼會在公文上打統編 然後這裡有一個 真的 自打錯賴清德 這個你就是很奇怪 然後一堆簡體字 這裡都一堆簡體字 讓我想到上一次 聯合報不是引用了 所謂一個會議紀錄嘛 然後就說 台灣是不是要發展深化武器 後來被證實 那是一個假的 但聯合報那個記者沒有起訴 是因為 因為他說造假的 不是聯合報記者 但你知道嗎 你今天報導新聞 你可以拿個假的東西 大啦啦的大幅的報導 我也覺得真的是太扯了吧 那今天我們來看到侯漢婷 他怎麼回應呢 這個事情真的很奇怪耶 我們的報導 看到就是這個最新的發展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今天三組人馬的狀況如何 首先我們來講到 在這裡就是呢 其實綠白之間真凱道 真凱道這個部分呢 民進黨1月11號在凱道 1月12號在新北板橋 民進黨內人士說 民眾黨透過活動廠商溝通 希望能夠沿用民進黨 禮拜四晚會的舞台 他說我們很大方沒有關係的 但是科辦說沒有啊 那就搞到最後廠商夾在中間很尷尬 他說不管你是要拆掉 或者你要重新搭起來 都來不及啦 那另外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蕭美琴也被人家造謠說 他臉書粉專有一個管理員 他的位置在伊拉克 然後引發外界討論 這個是誰 伊拉克庫德族自治區的台灣女婿 許善德出面 他說管理員是他太太 是蕭美琴的助理 我們上次亞晴看世界有訪問他 他們兩個談這個感情 他太太為了找他 飛了多少多少地方就去找到他 所以我覺得你要爆料 這些瞎爆料真的是太扯 另外我們再來看到呢 就是蔡英文總統 今天對於整個衛星的部分 根據了解 他事前知道有中共要發射衛星 但是包括他跟國防部 都發現他衛星的航道突然偏離 大家都嚇一大跳 今天呢 蔡英文是到桃園為黃世傑跟鄭運鵬催票 說自己對桃園有特別的感情 好我們一連串報導就來看看現在倒數62小時 我們看以下的報導 3號侯友宜開頭謝謝 侯友宜站上掃街車從鳳山出發 一路往三名左營的方向前進 鎖到之處支持者熱情揮手 選戰倒數三天 侯友宜展開鐵人行程 一場比一場還要趕 從一早的小港拜廟行程開始 從早到晚連拜五間廟 幫自己顧票最強母雞也逐一替黨籍立委候選人 拉抬聲勢 從菜市場早市到黃昏市場 有支持者送上菜頭 蔥蒜和粽子祝福高票當選 侯友宜也盡力緊握每一雙手 最後關頭全力催票 而對於侯友宜自己提出未來當選會組聯合內閣 一起藍白控制 被對手柯文哲反槍是操作氣保手段 侯友宜則喊話 好我們來看到呢 在另一方面柯文哲的部分 柯文哲 年輕支持者 穿上各式各樣苦手服裝 沿路相挺 民政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 來到宜蘭車的掃街 要全力重申試 但另一頭國民黨侯友宜 卻頻頻喊話柯文哲 一起團結 下降民進黨 選後組成聯合政府 藍白控制 操作氣保 意味濃厚 其實大家會心裡有數 就是說最近不管是民進黨的文宣 國民黨文宣 我覺得奇怪 你們怎麼會兩個黨都只有打一個人 其實國民黨一直在講 那個都是操作氣保的手法 這我都可以理解 好我們來看到另一方面呢 就是在蔡英文總統 仍在桃園 我快畢業了 我520就畢業了 你們說我畢業了 我可以去做一個快樂的總統 到桃園激戰區服選 總統蔡英文看起來神情輕鬆 總統發布國家警報前 你知情嗎 有事先知道國防部訊息嗎 與民眾互動熱絡 笑容滿面 只是同樣的笑容 前一天有不同解讀 警報響起 蔡總統先是 愣了一下 露出一模笑容 我們來看到呢 在這裡啊 其實蔡英文總統 我個人覺得她的反應是非常的好 因為現場有非常多的 老先生老太太啊 如果如果你知道嗎 有一些人回到現場的話呢 可能會覺得說 總統很緊張 當然不行啊 我覺得她是表達的是非常的非常的穩重啊 這點真的很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告訴大家呢 在這裡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我們就要看說 現在很多地方出現了激戰區 這個激戰區到底怎麼來的 那國民黨內部的評估是說 就是因為侯友宜 他本身的凱旋院的部分 來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告訴大家 凱旋院現在呢 可能傷了這個15個地區 因為凱旋院案的衝擊 國民黨內部評估 15個選區陷入苦戰下動員力 他講的列出 這是國民黨內部傳出來的 包括了台北市的第五選區 就是鍾小平 那鍾小平之上 對上吳佩毅 還有就是這個 我們講到雲美人嘛 那新北第六選區就是鄰國村 第七選區葉元之 葉元之是對上羅智正 第八選區呢就是張志倫 張志倫對上吳真嘛 然後廖先祥 他是對上的是賴品瑜 所以知道這是激戰區 桃園呢就是牛許廷 牛許廷對上的是鄭運鵬 還有第四選區 新人廖偉祥 以及第六選區呢 就是市議員羅庭偉 還有看到的就是文傳會的副主委林嘉欣 台中這些地方他們認為說比較危險 好我們今天來看到這個部分 就來看看今天民進黨也公布了一個催票的影片 那回到現場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什麼 我們就要來講說輕鬆一點的場面 看看林湘還有排骨年糕 以及李梅珍的豪宅 哇李梅珍的豪彩怎麼會扯到韓國瑜呢 那我先跟大家講 這裡就是林湘上眾議節目說 他看婦科被一個40歲左右的男醫生言語騷擾 他經過這次的經歷心裡有不少的陰影 為求降低被騷擾 所以看婦科盡量指找女醫師 但是有一些男醫師是非常的專業 但是多多少少 我覺得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如果是男醫師看診 旁邊要有護士在 就可能要有個第三人者在現場 要不然比較不適合 那我們再看胡哥跟王家衛拍的這個繁華 現在爆紅嘛 那怎麼會是排骨紅了呢 因為呢他這個上海菜 排骨年糕 在外賣平台搜索量暴漲670% 那排骨做以小而薄的年糕 經過油川燒煮而成 聽起來就很黏牙 那當然這個胡哥吃的飯裡面有說泡飯 有一些小菜 這個泡飯是冷飯倒進鍋子 好等到水再次的滾開 攪拌有點像是稀飯吧 然後配上醬菜 腐乳跟鹹蛋 這是上海菜 那李梅珍這個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是民進黨的鄭孟如踢爆 左南立委候選人李梅珍 兩年前購入位於漢神巨蛋周邊的百平 3000萬的豪宅 他叫金縣 然後這個念燕 金燕 每貨總價3500到5500 那李梅珍的財報上只有說1298萬 那自己填報的房貸債務就是3160萬 所以他就說 你是不是所謂的欺騙選民 3000萬的房子 你怎麼報1298萬 難不成你便宜買的嗎 我覺得很奇怪 李梅珍也沒有回答 然後你看這個地方 他是號稱 漢神巨蛋的第一排 他大概呢樓高28層 82到122坪 所以價格是3500萬以上起跳 當時韓國瑜呢 擔任高雄市長 就有一個所謂的超級韓粉說 3.5億買下7戶嘛 那這個是李梅珍的財產申報 那李梅珍擔任公職之後財產申報 就是說他的裡面都是複製貼上 比如說土地價格545萬 借物兩筆642萬 110萬 或者是說 債務大概是3160萬 李梅珍沒有回應 就是說你的財產增加 你為什麼都是貼上來 他沒有回應 那他的對手呢 就是民進黨的立委 要參選立委的李柏毅 好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就是賴清德登上了澳洲最大媒體之一的澳洲人報的頭版 這裡面呢 他頭版就是說 英文啊 就是台灣力量帶來和平 台灣peace through France 說賴清德說他要延續蔡英文總統路線 如果成為總統 希望中國能夠認知到兩岸和平發展是雙方的責任 那當然另一方面 昨天晚上賴清德職工南投的泄密公主馬文軍說 要阻止這些馬文軍們進到立法院 就要支持民進黨國會過半 好 那我們再看到 有一個是中國太慘 這個入口網站他講如此打工30年 這是中國的現象 11分鐘影片馬上被下架 但是大家一直在轉傳 他就有入口 就很多人要農工啊 要找工作1000多人 有心酸有人打起來 有一個55歲 57歲的一個董女士 媳婦吵架就說 我就不要理你了 她說我錢都沒有了 我娶媳婦花了20萬 我怎麼辦 這個是中國農民 她的農工總量是2億9千多萬人 我們看看 這就是真實的中國的現場 我們現在還要很多 跟中國一起走他們的經濟路線嗎 我們的報導呢 先從林鄉開始 我火友宜 請你自成 向全國人民宣誓 我必宗旨 爛前黑箱 除幣緩攤 還有一個 帶幾個人到 侯友宜來的發出 發出人文獎 只要侯友宜市場的選舉 不跳次都會動員到義校 四肢無人都是穿著背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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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想要來教訓馬文君 要用蔡明軒來取代馬文君 讓民進黨不會過半 這樣闖入真的蠻危險 我們一分鐘就回來告訴大家 爆出來吳新寅當時 他在星光人獸出國用的800多萬 竟然是星光人獸出的 而且還因此被經管會罰款 另外呢就是侯友宜去拍的這個地方 叫軍艦岩 軍艦岩這個地方有個外號叫摔死猴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現場 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今天的新聞我剛剛已經說了 就是我們人活在世界上啊 就是要比氣場 你不管受到任何委屈 你知道嗎 能夠堅持到最後一刻的人 才是贏家 我今天看到這個很難過 他才26歲理性的這個警員啊 想不開 然後他留下臉書的遺書說 跟同事相處不來 要化身利鬼回來找人報仇 然後標注了尤宇蘭 我跟你講 你這麼好的一個人 你怎麼會這樣子呢 你要讓對方氣 而不要你自己想不開 這太扯了 尤其感情的因素 我跟你講 你想不開對方 喔喔喔喔鼓掌 你千萬不要 然後尤宇蘭就講說 我不知道 三重分局的長官是不是智障 但是我不是水晶球 我不知道怎麼回事 你還是不要做利鬼 但是就是很難過嘛 那我們再來告訴大家 在這裡先看 這個就是 國民黨拍了一個台灣的未來 這個地方我們要講 這個地方軍艦癌 他就是摔死喉 當然這裡大家會追悼 16年前馬英九的準備好了 有人就說很多東西改變了 很多東西也沒有改變 我們來看 站在軍艦岩上俯瞰家鄉 總統大選最後時刻 侯友宜的大團結廣告 終於出爐 找來十四個縣市首長合體 要選民集中選票下架民進黨 不過這支廣告怎麼越看越眼熟 這是二零二四大選 侯友宜的競選廣告 這是馬英九二零零八年選總統的 萬馬奔騰廣告 一樣的配樂 一樣的山巒 一樣的日出 一樣的風力發電機 還有一樣的人 講一樣的話 這是一個關鍵的事 二零二四 關鍵的事 我們來看到這裡 我只記得黃敏慧跟朱立倫 好像都沒有老 好 我們再告訴大家 林傳媒報導 吳欣營二零零六年到 英國倫敦商學院進修 還攻讀柯陶德藝術學院的碩士 這碩士好像拿到了 可是商學院的好像沒有 因為他沒有登記出來 重點是813萬 由星光仁壽支付 最後被檢舉 他自掏腰包 爸爸付完 然後他們又被罰了120萬 我們進廣告之後回來 馬上來看看到底這個 綠白凱盜之爭的內幕是什麼 我們稍後回來 來看到這個呢 四叉貓就爆出來說 現在你在超商拿東西 列一出來的單子 竟然出現一號柯文哲 他們是買了廣告吧 但是事實上呢 在這裡這樣的話 他說如果是選舉當天 你要罰50萬 另外全家便利商店 推出一個APP 全銀加配 你就買一送一 然後大家就說 怎麼會這樣子 但是他說 其實我覺得買一送一 也可能是二號啊 不一定啦 看你怎麼解讀 我們看蕭美琴在高雄 稍微緩慢一點點時間 好我們來看到呢 這是蕭美琴要陪李柏一掃接 就是在現場的部分 廣告之後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現場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傳出來說 有可能現在就是 軍委副主席啊 也就是許其亮 現在被帶走調查 但這個當然中國方面 是沒有證實 那我們就來看看呢 今天在賴清德的現場 好另一方面呢 我們在看到的 就是今天說 李柏毅帶魏晨妍的小孩子 去喝飲料的部分 他今天去告了 而且否認